台北股市在上涨了一天之后 今天又下跌79点 中场收在6784点 再度创下了两年多以来的新低 虽然政府要求外资不要借卷放空 但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一开盘占上6950点大关 但在11点过后开始大跌 金融肋股带头翻黑 上冲下洗 中场下跌79点 收在6784点 指数再度创下2009年8月28日以来的新低 周线则下跌449点 连续四周收黑 分析师认为为了遏止外资放空套利 政府寄出管制是适度手段 而证交所也公布 在24号要求外资还卷的状况 一共召回22档 合计约19万张的股票 不过是哪些类股证交所不方便透露 而这波要求还卷的期限是在29号 政交所表示 24号收到召回通知的借券人 如果没有在11月29日还卷 就会处分其单薄品 并且买回标的证券 另外中央银行公布10月份 M1B M2货币总指数 结果M1B下降趋势 灌破M2呈现死亡交叉 外界预期之代表市场资金 动能下降 对股市前景不利 而市场分析师也普遍认为 政策性嘎空就算能在短线 带动台股反弹 但在欧债等国际经济情势影响之下 投资人还是要谨慎面对 记者 综合报道